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菲俠 和菲俠的女兒 菲俠的女兒你還在搞什麼? 在搞搞鎮 菲俠的女兒經常說要拍她自己的鞋 我說誰想看你的鞋 那為什麼要拍你的鞋? 因為這裡我有特別想跟大家說 有什麼特別想跟大家說的東西? 這對是 Toy Story 4 它就有玉迪和巴斯光尼的鞋 他們兩對都有特別就是 特別骯髒 特別就是 就是 Ultra Boots 這對就是 Toy Story 4 為了電影 而跟著一起出的系列 其實很多牌子都有出的 Editas就出了 Ultra Boots 19 系列 有胡迪 胡迪是啡色 巴斯光年是綠色 好像是黑色的 對, 被你穿到黑色 其實它的特別就是在於鞋墊 鞋墊有巴斯光年的樣子 這就是它的特別之處 就是因為裡面有個鞋墊的樣子 但其實鞋身是完全看不到 它只是一個很普通的鞋的設計 你完全在鞋身上 是沒有反映到它有任何 就是巴斯光年的風格 除了一個鞋墊上 鞋墊上面寫著什麼 Disney Pixar Toy Story 4 這樣 其實其他就沒有任何東西 不過因為它的顏色配搭 這個是紫色 還是巴斯光年的頭上 好像頂泳帽 這個他也留意到 這個紫色是因為襯巴斯光年的頭 我也不知道 它的顏色配搭 因為其實本身都做得很漂亮 就是蝦蜜瓜綠色 蝦蜜瓜 蜜瓜還是蜜瓜是綠色 我也忘記了 蜜瓜蜜瓜是蜜瓜 忘記了 蜜瓜是綠色 就是這樣 其實它本身就是整個 蝦蜜瓜 我都不知道 突然想起哪隻瓜和哪隻瓜 其實它的設計 本身 顏色配搭也比較鮮艷 是蜜兔款 是蜜兔款 其實Ultra Boost都是蜜兔款 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的童裝 都會有這麼厚的Boost 所以他就想試 但其實你試完之後 效果有什麼分別 就是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小朋友的體重來講 對Boost的效能 是很少好像沒有分別 是接近沒有任何影響 跟Air一樣 他之前穿Nike Air 都是覺得沒有什麼特別 所以對一個體重不夠的人 你買什麼有軟墊的東西給他 可能差別 未必是超級大的 當然在走久了之後 是應該有分別的 他自己都不知道 但是當然 本身小朋友的耐力 就是肌肉的柔軟度 他可能很多時候都未懂分 這個通常都會發生的 但其實他穿這雙鞋 本身沒有什麼特別不妥的感覺 就是他後面的包裹 是沒有大人那些做得那麼足夠的 這個他原本 在大人版的TPU位置 是比較硬 他這個也是做得比較軟 最大的分別 就是他的Boost 可能的厚度 是做得很多 但是下面 是沒有了他的 Adidas 出名的Torsion System 所以你不可以期待 他跟一個大人版的抗扭 整雙鞋的抗扭 是一模一樣的 他可能中間的T-plate 就是X-plate 去做一個TPU 都應該是沒有了 在我扭動的時候 覺得這雙鞋 是沒有了一個很硬的TPU 所以我會相信 這雙鞋的鞋感 跟大人版 是應該有很大的分別的 所以如果大家 我突然覺得 很喜歡Toy Story 這些款 就去買了他那雙 大銅版 因為大銅版 跟普通的女裝 差不多的尺寸 你去買大銅版 可能 你就會跟Ultra Boost 其他19 就有些分別了 我見到 他在那個大銅版 都有一個Torsion System 但是 和你的鞋底黑了 和你的鞋底黑了 我都知道 但是就是 但是就是 他沒有抹鞋底 是 無緣地抹鞋底 所以 我會覺得 他的承托 不可以跟大銅版相比 所以很多時候 你可能 去買 我要買小銅 買大銅 他會說 當大銅鞋 不是不行 你會看重 各方面 就是要求的產品 是怎樣 因為大銅版 很多時候 Hill Support 裡面的TPU 各方面的設計 和小銅版 是有些不同的 首先 要注意 你是否真的想要 那款 還是想要 他們的功能 做這個決定 我覺得 這雙鞋整體 穿完 OK 但是 很特別 要他學會綁鞋帶 到現在都不太懂 是嗎 小朋友 你幫我綁了雙結 我就這樣穿 對 只是綁了雙結 就這樣穿 嗯 有綁鞋帶 嗯 還有他這裏 就是巴斯光的 翼的顏色 是呀 翼的顏色 你都留意到 我都沒有留意 那你覺得 那麼大顆 你都看不到 那為何要介紹這雙鞋給大家呢 因為我想給大家 通常見到 飛合牌的時候 都很多 很多人看 我都很想 好像他這樣 你很想你的球鞋好多人看 嗯 嗯 那好吧 那今天就到這裏 好嗎 好 跟大家說什麼 拜拜 如果大家對這裏有什麼問題 都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下鐘 找相關資訊 拜拜